現在是你們的畫面嗎?還是我的畫面? 你們自己的 那現在是老師的畫面 那我們今天要上那個統計分析實作二 那就是單變相統計的分析 好那我們今天呢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資料先載下來 載下來然後先讀進去 之前兩堂課應該有學過讀到 那我們再先把這個資料先讀進去 讀進去之後老師再介紹下面的課程 好來大家都讀進去 好那 一樣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把這個 我們把這一行程式複製貼上 那你data上傳進來了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到一個 ECG底線Train的CSV檔 那這行貼上去之後執行 好你可以在右邊這個環境這邊 看到有一個 DAT的一個資料 好那點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AMI 甲離子 LVD 時間 死亡 性別年齡等等 還有一些ECG的一個資料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重點就是要做 用R語言 然後我們做我們日常的一些統計分析 那今天所教的這些檢定的東西呢 大概可以涵蓋我們日常生活中 大概90%以上的一些日常應用情形 那首先就是 我們在做檢定假設的時候 通常會先定義X跟Y 字變相跟一變相 那如果說 你的X是連續變相 Y也是連續變相 那我們就是用 相關性檢定 那相關性檢定裡面 有皮爾森相關 跟四皮爾藩相關 那如果你的 那個 X是類別 Y也是類別的話 那就是做卡方 卡方或廢學檢定 那如果說 你的X是類別 Y是連續的話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的類別數是兩類 假設像是 男生、女生 你想看他的年齡 那就是用 那個獨立樣本 T檢定 或者是 那個U檢定 那如果說 你的類別是三類以上 像是 貓、狗、小鳥 那看他們的 體重之類的 那就是用 這個ANOVA 跟KW檢定 那今天會 主要鎖定 這四類的檢定 那會依須 教大家 用這個R與N 去做這個檢定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從 最簡單的列列表 統計開始 那列列表的統計就是 兩邊 S跟Y都是類別 那都是類別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卡發或配學的檢定 所以說 我們這時候就要用 我們的這個 函數 開 CHISQ.txt 這個函數 跟 feature.txt 這個函數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兩個方法 都是對列列表來做計算 所以說我們要先用 函數 Table 這個函數 來幫我們產生 這個列列列表 好 那首先 我們從 Table這邊 把這兩行 複製上來 好 複製上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欸 就是可以看到說 我們對 性別跟AMI 做一個列列列表 那 這個列列列列表 Table出來之後 可以看到說 欸 女生、男生 那沒有AMI 那 Non-Statemy 的這個人數 那 這各個也分佈的情形如何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你覺得這個列列列表 他 男女之間 跟這個 有沒有 Statemy 有沒有差異 就這樣看 用感覺的話 是不是看起來覺得 欸 男生 是不是有 Non-Statemy 跟Statemy的比例 比較高一點 那女生 就是都比較少一點 所以說 這個列列列表 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是有 差異 好 那有差異的話 我們不能用嘴巴講 所以說 我們要來去做檢定 好 那 首先 首先的話 一開始是先做這個 卡方檢定 好 那卡方 我們剛剛就是用這個 KiSquare.Test 好 那我們對這個列列列表 做一個檢定 好 那我們可以存出 Readout1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Readout1裡面 那我們KiSquare 可以看到 卡方值是 139.18 自由度是2 那它的P值是這樣子 那再另外一個 再來是 廢血行訊檢定 好 那廢血的話 我們可以一樣 是貼上 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Readout2裡面 廢血行訊檢定 結果也出來了 它P值 也是跟這個類似的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 之前上課還有這樣 就是我們物件 這個Result1 跟Result2 基本上都是 列表的一個物件 所以說 我們如果想看 這個列表裡面 有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用 LS這個函數 好 比如說你們把 LS Result1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LS Result1裡面 有這些 DataName Expect Messor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P值嗎 好 那我們如果說想取 Result1裡面的P值要怎麼取呢 就是用這個前號 前號 前號就是 這個 Result1裡面的什麼東西 喔 Result1裡面的PValue 好 那執行了之後 它就會把P值取出來了 那 Result2也是一樣 Result2的 好 也可以一樣 可以看到 Result2裡面 好 它也是一個P值 好 執行了之後 它也是一個P值跑出來 好 那就是可以取 我們這個 列表的物件裡面的東西 好 那就可以從 裡面 用LS可以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用前號 可以把裡面的東西 提取出來 好 那你們先操作看看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喔 好 大家都有把這個 Result1跟Result2的P值取出來了 那再來 那我們 要怎麼判斷 何時要用卡房檢定 或 廢血精確檢定 那 目前 的說法 就是說 有超過80%的格子 它的期望值 都是大於5的 所以說 這個時候 就要用 那個卡房檢定 否則的話 就是要用廢血精確檢定 那 如果你有注意到說 剛剛 剛剛我們在用LS的時候 在Result1裡面 不是有一個叫做 Expect的東西嗎 在剛剛這邊 好 有一個這個 Expect 那這個 Expect的呢 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 期望值 好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Result1裡面的 這個 Expect 好 這個的話 就是 這一個列列表的 期望值 好 那就是這個 這個 Result1裡面的 Expect 它就是這個 男生女生 還有這個 拿AMI 當Stami Stami的 期望值 那 要怎麼判斷 是不是滿足 80% 的那個 格子 期望值 都是大於5呢 那我們首先判斷說 欸 我們剛剛這一個 可以 可以 產生這個 期望值 那 期望值 是不是大於5呢 我們就把它貼上 好 就是 Result1裡面的 Expect 它是不是大於5 好 那出來的話 就是會變成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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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這個 六個格子 都是大於5的 所以 就用判別式 他就是 你就是問他說 欸 Result1裡面的 Expect 這個值 這個表 它是不是大於5 他就會 告訴你說 這六個格子 都是True 都是對的 都是大於5的 好 就是 那大於5之後 那有沒有 每 那個80%的格子 都是大於5 那我們這時候 就用這個 min 這個函數 就是平均說 欸 因為每個True 每個True都是1 那我們把這個 每個1 平均起來 它就會是1 那如果說 有一個不是1 就變成 六分之五 它 它就是大概 就變成 六分之五的值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用一個 Subdate 來試試看好了 好 那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取 這個 Data裡面的 Rhythmia.3裡面 我們都取一個值出來 好 Data裡面 就是一個Rhythmia.3 這一欄 這一欄 接下來我們都取 它等於1 好 它等於1 那我們把它取一個 值資料擠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欸 原本我們大的Data裡面 有5000D資料嘛 那我們如果取 Data裡面 Rhythmia.3等於1的話 那它就剩67比 好 那我們可以 點開這邊來看一下 好 Rhythmia這一欄 現在都是1了 那它目前這個Subdate 就只有67筆資料 好 那67筆資料呢 我們就可以再來 呃 做一次卡房檢定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列連表 好 那目前 男生女生 那AMI 當STEMI 跟STEMI 目前就只剩600 好 那男生就是723 好 人數很明顯的 就變少了嘛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 那我們 把它對它做卡房檢定 好 第一個 Rhythmia 好 那我們看它的期望值 好 我們先做卡房 對這個列連表 對這個列連表 做卡房檢定 那Rhythmia裡面的期望值 好 你看現在裡面這邊 好 是不是只剩 男生裡面 那AMI的這個值 有大於5了 是不是就跟 我們剛剛不是說 欸 要80%的格子 這期望值都大於5 齁 所以說 目前來看 我們這個值資料集裡面 只有這一個有大於5 好 那一樣 那我們要判斷說 就是 假設 假設你要看說 欸 用剛剛這一個 來判斷說 它是不是都大於5 那我們看一下 以這個值資料集的狀況來看 它就變成 欸 它沒有大於5嘛 它就變成FORCE 這個也沒有大於5 這就變成FORCE 這個也沒有變成FORCE 這個也沒有變成FORCE 唯一大於5的就是這個 8.6的這個 它就變TREW 好 這樣都可以齁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說 欸 有沒有80%的格子 都大於5 這樣看起來一定是沒有嘛 所以說 我們用平均 齁 那就現在就變成FORCE 0.166 就剩16%的格子 有大於5 就只剩這一格 好 那 因為它沒有滿足我們前面所說的條件嘛 80%的系格數 期望值都要大於5 所以說我們就要用FORCE的檢定 好 我們用FORCE的檢定看看 好 REALT2裡面 一樣對剛剛這一個 Table列領表來去做檢定 好 那目前 REALT2裡面的結果 它P值是0.3067 好 這就是FORCE的檢定跟PValue 好 那我們先給大家操作看看 好 好 那 再來 子集也看完了 好 那再來我們就進到練習E這邊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Result1裡面 LS裡面可以有這個Expect Expect這個東西就可以算出它的期望值 那 接下來我們又要讓你們自己算出這個期望值 好 那理論上 期望值怎麼算呢 好 就是你們把它想像成有4個系格 那 1 2 3 4 那 Cell1加Cell2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A 好 那 系格3 加系格4 就是B 好 你們可以幫他想像 女生 女生總數 男生總數 男生總數 就是 這邊是兩格 這裡是A A是Cell1加Cell2 那以這個的話就是這裡相加 好 3 4 加起來是B 那就是這裡相加 好 這是期望值啦 那以這個講比較好 那 1 2 加起來是A 就是這裡相加 3 4 加起來是B 就是這裡相加 那 13 Cell1 跟Cell3 加起來是C嘛 C就是6 NoneStaming 那 9MI 又有7 加起來 那第二個 24 加起來就是02 0加2 那第三欄 就是0加3 它就會有 123 然後這邊 12 好 那 全部 全部總樣本數就是 全部整個table加起來 那 期望值怎麼算 就是 C C乘A 除以你的全部樣本數 就是你 Cell1的期望值 Cell2的話就是 D乘A 除以你的總樣本數 就是你Cell2的期望值 意思類推 這是2乘2 下面我們則是3乘3 那我們用3乘3 這個 這個列連表 再算一次 怎麼得到 用這一個 好 用這一個子期的資料 怎麼得到 這一個期望值 好 理論上就是 這裡加起來 就是A 這裡加起來 就是B A B C D E 那 這一個就是 A 乘C 除以全部用本數 全部是多少 7 13 18 那就是得到 這一格的期望值 就是這個 那我們 等一下自己練習一下 把這個 期望值算出來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練習1 好 練習1的話 那我們首先要先算 那幾個細格數嘛 那你們應該都是用這樣子算 好 你就是先把 比如說男生 女生加起來 女生加起來 這邊 Table1 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Table 好 Table是 這個 女生男生 600723 好 好 那這個第一行 好 第一行看加起來 加起來 這個是多少 好 第一行 加起來是6嘛 那第二行 男生 好 男生加起來 好 男生加起來 男生加起來 是這裡 好 男生是12個 7 1 3 2 12個 好 所以 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6跟2 公司把它串起來 好 女生是6 男生是12 好 那再來 另外一個 疾病類別的話 好 這邊類別的話 你可以看到 一樣 我們把第一個 第一個 好 那AMI 讓Stami Stami 好 一樣用C算起來 好 把它加起來 好 就可以看到 13 23 1323 那 再來就是算 總樣本數嘛 那總樣本數就是 整個加起來 好 不管是 你是直的加 還是橫的加 也是這樣都會一樣嘛 好 所以你的總樣本數是18 好 不管是這樣加 好 這樣加 6加 12 18嘛 這裡加起來 也是18 好 那你總樣本數就是18 那有了這些工具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算 我們第一個細格的這個期望值 好 好 那 第一個細格的期望值 好 那 第一個細格的期望值 就是用這個肉 肉裡面的第一個 好 乘 Color裡面的第一個 除以總樣本數 好 OK嗎 肉裡面的第一個 肉裡面的第一個 肉 肉裡面的第一個 好 乘 Color裡面的第一個 除以總樣本數 所以第一個就是4.33 好 4.33 看一下 第一個 4.33 好 好 那一樣 假設你要算 1的2 好 這裡改成1的2 0.66 0.66 0.667 好 這裡 好 1的2 那 假設第三個 第三個 就是1嘛 那1是類的特別 第二行 就把它改成 2 成這個Color的第一個 一個 那 這裡 2 成這個 8.66 6.7 好 就是這裡 好 但這樣子你要寫好幾行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 就是還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Apply這個函數 它可以進行大量的運算 好 那我們看這個Apply這個函數怎麼用 好 Apply裡面我們一樣對這個Table進行運算 那Margin1 Margin1就是 我們有兩類嘛 一個是Gender 一個是那個疾病類別 那Margin1就是對Gender 那它的方式 它的Function就是把它加起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Table是這樣子 那 它的Margin1就是把男生女生 把它加起來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這邊的話 女生他就把它加起來是6個 男生是12個 女生6個 男生12個 好 來 那第二個 Color的話 就是Margin2 好 那Color這邊的話 Margin2 一樣方權用把它加起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Margin2這邊 13 就是這個 6加7是13 好 那Stame2 Stame3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用之前 上看 呃 應該是前兩堂課有上到 就是用矩正乘法 %乘% 這個函數 跟用這個T這個函數 進行矩正轉置 好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T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Color Color Color現在是這樣子嘛 那我們先把它轉置 好 這就是1乘3的矩正嘛 然後轉完就一樣 還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用矩正相乘 呃 乘完之後再除以你的樣本數 好 一開始是6乘 6乘13 然後除以全部樣本數嘛 好 那就一樣 那我們透過矩正相乘 再除以你的Total sample size 就可以把這個矩正算出來 好 就一樣 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 就是 A乘C除你的N 好 那一樣 意思代替 C個2的話 就是 A乘D除N 好 3就是A乘C除N 意思代替 這是2乘2 但我們還是2乘3 好 那用矩正相乘 再除以中央本數 就可以得到這個的期望值 這樣是比較快 那剛剛這邊的話 我們是要一行一行 一行一行 再慢慢算 算出來之後 再把它填進去 好 那我覺得相乘的方式 會比較快速一點 好 那再來 目前 我們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這個表 好 我們這邊 連表的統計 已經上完了 好 那就是 這邊 母數跟5母數的話 就是要看 有沒有80%的 如果有大於5的話 就用卡方 沒有的話 就用飛雪 好 那再來 就我們再叫其他的 就是看這個 如果你的X是類別 然後Y是連續的話 X是兩類的話 就用T-D 那兩類以上 就用 Anova 你們現在生酮都上了嗎 還是還沒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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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那我們先就 就是教你們 那個統計檢定的那個 實作 那你們之後 老師 生酮老師 就會上 比如說一堂課 兩小時 就會看 T檢定怎麼酸出來的 或是Anova 怎麼酸出來的 那個生酮課 會再上 那我們目前就是 教 怎麼用R 語言 來去做這個統計檢定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U-Test 那我們自變項為兩類的時候 那一邊項為連續變項的時候 我們最常用就是 T-Test 或是U-Test 來做檢定 那U-Test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 Wear Custom Ransom Test 那他們 T-Test 對應的函數就是 T.test 這個函數 那 那個 U-Test 就是Wear Custom Ransom Test 就是Wear Custom Ransom Test 就是Wear Custom Ransom Test 這個函數 好 那我們這邊 舉例的話 那 Reval One這邊 我們用 性別來去做分組 然後去看他們 加一字 有沒有差異 那我們分別用 T-Test 跟Wear Custom Ransom Test 來去做檢定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 Reval One這邊 好 就是Data裡面 鎖影 鎖影前兩堂課就有上了 鎖影就是 Data裡面的K K的欄位 那 小鎖影對上這個Data裡面的GEN的這個欄位 來去做這個體檢定 好 那我們就複製上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說 欸 這個檢定裡面啊 男生裡面 男生裡面的假離子濃度平均是3.87 女生的濃度 平均假離子濃度是3.68 他們檢定結果P值是在這裡 好 那是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的 好 那再來的話 用Wear Custom 來去做一次 好 那一樣 Data裡面的假離子 對上Data裡面的Gender 好 好 那一樣 可以得到說 欸 它的P值是多少 好 那一樣 它也是有小於 0.05的總計顯出差異 好 那 前面我們這邊有看過了 我們剛剛有說 欸 用LS可以看出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那我們如果一樣是要取出P值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目前這個T-Test的Result 1裡面有什麼 好 那看起來是這邊 它有一個P-Value 那這裡 一樣 一樣的做法 Result 1的前號 就是Result 的 的什麼東西 它的什麼東西 P值嘛 它的P值是多少 好 取出來的這個值 那就是跟這裡是一樣的 好 那一樣 以此類推 Result 2 Result 2 的 什麼東西 P值 好 P值 一樣就是取出它的P值了 跟前面我們做卡方 把它存在 那個列表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再把它取出來 好 這個大家應該都會了 好 那再來 T-Test其實有分兩種 我們剛剛有看到我們的T-Test裡面 T-Test裡面 這邊 bar.equal 等於Force 因為T-Test裡面還有 它還有算變異同值跟變異不同值 那我們 一般來說會先做變異同值的檢定 來看說它到底變異同不同值 同值的話就用D-Test 不同值的話就用卡方 那不同值的話就是用那個U-Test 說錯了 好 那我們說先用這個bar.test去做檢定 好 我們bar.test一樣是 Data裡面這個假移子 對Data裡面的我們這個性別 好 好 那一樣做完檢定之後 欸 這個B值沒有顯著 然後是變異同值 好 那變異數同值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T檢定嘛 所以就是跟剛剛一樣 變異同值一樣做檢定 就是剛剛做的那個 好 那這邊的話給大家練習一下 兩類別 兩個類別 比如說男生女生對於你的假離子濃度 有沒有差異 齁 那再看一下那個變異同不同值 給大家兩分鐘練習 好 那我們繼續喔 好 那再來是要介紹 自變項三類別以上的時候 那你的移變項是連續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會用N-OVA 或者是那個KW-Cast Cost-Wari-Cast 來去做檢定 那這邊的話 我們 像剛剛就是用AMI嘛 那AMI裡面有 拿AMI N-STAMI 跟STAMI 那我們來去看說 欸 這三組 他們的年齡的差異 所以我們就是分別用 ANOVA 跟KW-Test 那這邊的話 我們所需要的函數就是 ANOVA 這個函數 等一下 我們現在也是黑色的喔 是 好 好 我可以跟他一邊說 那這邊的話 可以說 我可以看過 有 我們在哪一邊說 有 這位 有 好,來,那我們繼續吼 問到這兩個函數來執行NOVA檢定 好,那首先 那我們要先做一個Varance Table Varance Table做完之後 再把它丟到NOVA這個函數裡面去做檢定 好,那我們把它複製上來 好,首先Varance Table 年齡,然後特別講一下 AMI這邊,它原本是字嘛 它是 AMI這邊 它是STEMI,那AMI,還有NONSTEMI 它都是字 那我們要先把它變成因子 OxFactor OxFactor之後再去做這個Varance Table 好 那Varance Table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再把這個Varance Table 丟到ANOVA裡面去做檢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ANOVA的Table 好,那它檢定出來 這個的話 它的P值就是在這邊 OxFactor 就是三組 IMI NONSTEMI 跟STEMI 跟年齡 這三組的年齡有沒有差異 看起來它是小 那個大於年齡物 所以是沒有差異的 好,那一樣 CourseWaddy Test呢 也是一樣這樣子做 好 那一樣 CourseWaddy也是一樣 點名 然後ASPECT的AMI 好,那直接做檢定 好,那P值 P值就是這邊 0.0123 好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 要看怎麼拿到P值嘛 那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先用LS去看 LS裡面 好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有這些 他剛剛說這個 PR括號大於約負這個 就是它的P值 好 那我們一樣 P值怎麼拿 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用前號 anova.table 的 前號就是的 它的什麼東西 它的這個PValue 好 那我們執行 它PValue 欸,它跑出來有兩個 0.123 7 929 跟一個NA 那我們是想要這個數字啊 那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 取它第一個檔位 好 它就設這個數字 好 那一樣 我們想看 Cross Valley Cross Valley 點羽繞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裡面 它就直接寫PValue出來了 那我們就一樣 KW點Result 的 的 的什麼 的PValue 那它是多少 這樣子 0.0124 OK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要進行 練習二 我們剛剛已經學到兩種了嘛 兩類別 你的X是兩類別的話 就用體檢定 那你的X是兩類別以上 就用Arnova 好 那它其實總共有四種 有四種 我們可以回來看一下 兩類別用體檢定 兩類別以上用Arnova 那五母數 怎麼用U-Test 跟Cross Valley Test 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欸 這邊判斷的依據 剛剛 我們的卡房檢定是看 80% 系格數 80%的系格數 它希望值有沒有大於5 那這邊的話 就是說 欸 你的任意主樣本數 有沒有小於25 如果有小於25的話 就要用那個五母數總計 那如果是任意主 比如說剛剛是性別嘛 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其中一組 如果你的樣本數有小於25 就要用 就要用五母數檢定 這邊 剛剛是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然後假設你男生女生 其中一組的樣本數有小於25的話 你就要用U-Test 那像這邊的話 它是AMI 有N-AMI N-STEMI 跟STEMI 看它的年齡 那如果說 其中好 假設 那個STEMI那一組的樣本數 小於25的話 那就用Cosuari的檢定 OK 好 那我們 練習二的話 就是 想想看 要怎麼 判斷說 欸 我的組別裡面的樣本數 有沒有小於25 如果有小於25 就要用母數檢定 那如果 14大於25 就要 就是用那個母數統計 這樣子 OK 大家先想看 該怎麼做 我們兩分鐘之後再告訴大家 好啦我們繼續喔 好 好 那要怎麼判斷 你的任一組的樣本 有沒有小於25 好 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 第一個問題來說 我們可以看 欸 用第一堂課教的因子 像樣來操作 好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欸 我們這個Gender裡面 有幾個 幾種 Gender 好 好 那我們這邊 把Gender Aspector Aspector 之後呢 可以看到 欸 裡面有 男生 女生 男生 有兩種 好 那我們Level是他之後 他就是有女生男生嘛 那我們看 女生男生 所以他就是有兩個 兩種 好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 那個 AMI 那一樣 我們看AMI有幾種 好 有三種 他就是有 那個 這裡 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有 那AMI 然後Stanning 跟Stanning 這三種 好 那用本數 要怎麼看 男生裡面有幾個 有幾個呢 那我們可以用Table Table 可以來看到說 那個 男生裡面有幾個樣本數 女生裡面有幾個樣本數 好 Table 這個我們Data裡面的Gender 那一欄 就可以看到說 女生有2000多個 男生有2800多個 那這樣子對嗎 我們來看一下 Data裡面 男生女生 那 我們看 Gender這一欄 跟AMI這一欄 你看 這個 男生是Stanning 這個男生是9MI 那這個女生呢 他是空白 那空白的 我們就不能算喔 就不能用 這個女生看是空白 所以說 如果我們剛剛是直接Table Data裡面的Gender的話 他連那些空白也算進去 他就只會算這一欄 男生有幾個 女生有幾個 好 但是呢 我們要看一下 好 那我們 先看一下 AMI各有幾個人 那AMI裡面 1000多個 那AMI 1000多個 那Stanning有168 Stanning有255 好 那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NA必須要排除 所以我們正常的流程的話 就是要先把NA排除 好 那這邊 Data裡面的K %in%NA 就是他是NA的話 就把他留著嘛 那金牌喔 就是反過來 不是NA的才留著 好 OK 那我做一次喔 好 假設 我先把金牌拿掉 這邊 他只會留NA的喔 我們剛剛看這裡 他是不是有一些NA 好 那 假例子這裡 好 一樣 假例子 有的人有NA嘛 那如果我把金牌拿掉 這個Subdate 你看 Subdate 是不是全部都是生NA了 那不是我們要的嘛 我們要的話 是要有值的 所以說我們要把金牌號 加回去 就不是NA的 才留下來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 不是NA的 他所有的都有值了 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裡面 有K 有甲離子濃度的人 到底各有幾比 男生女生各有幾比 好 那我們就看到說 欸 男生裡面有甲離子 女生裡面有甲離子濃度的1500左右 那男生裡面有甲離子濃度的有1600 這樣子 就是要留下你的自變相跟異變相都有值 才能夠納入你的樣本數計算 好 好 那再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以AMI分組的話 那他就剩900多個641500 好 那再來的話練習三 看看 ANOVA檢定完之後 如果他有 ANOVA的P值 如果是小於0.05的話 他是三組 就是有 NAT-AMI NAT-AMI NAT-STEMI 跟STEMI 看他甲離子濃度有沒有差異 假設他是小於0.05的話 這個檢定就是說 這三組的甲離子濃度有差異 但是 你只知道這三組有差異 但是你不知道是誰有差異 所以說 我們就要去做事後檢定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ANOVA的檢定就是 它是要看AMI 這邊 H是看年齡 或是你要想看剛剛的那個甲離子也是可以 那就是這邊的話 就是看AMI 三組AMI 跟年齡有沒有差異的話 那假設P值是小於0.05的話 我們就要去做事後檢定 來看說 到底是誰跟誰有差異 所以說 我們可以先看到說 AMI是STEMI的人 比上AMI是NAT-STEMI 就是 AMI是STEMI的人 跟AMI是NAT-STEMI 這兩組 他的年齡有沒有差異 這兩組比完之後 這兩組比完之後 這兩組比完之後再比 AMI是STEMI的人 比上AR是NAT-STEMI的人 他年齡有沒有差異 好 那就是這個比這個 因為它有三類嘛 最簡單看法就是 這裡三類 1-2 1-3 2-3 就這樣子 三種 就是跟這裡寫的一樣 好 那兩組第三種 NAT-STEMI 比上NAT-AMI 那 這樣子的話 之後檢定 它就是變 類別變兩組 兩組看你的年齡有沒有差異 所以這邊要用T檢定 這樣子 這樣子 大家有問題嗎 我們先看三組 三組做ANOVA之後 假設他是有顯著差異的 就表示這三組裡面 AMI的組別跟年齡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哪兩組 是跟年齡有差異 所以說我們要量量一起看 好 所以就是 哪AMI 比上NAT-STEMI 哪AMI 比上STEMI 或者是NAT-STEMI 比上STEMI 看他們的年齡哪一組是有差異的 這樣子 好 那 練習三 先給大家練習看看 我們三組先統計 看他有沒有差異 有差異的話 就做兩兩組比較 就容器檢定 好 那大家練習看看 好來 我們繼續喔 好 那大家有想到 這個 三組檢定出來 有差異之後 那兩兩怎麼做 做那個檢定嗎 如果沒有想出來沒關係 後面老師會告訴大家 那現在 我們AMI裡面 本來有的是這三組 那AMI NAT-STEMI 跟STEMI 那假設這三組 對於年齡來說是有差異的 那我們就要做 這三組對於年齡來說是有差異的 那我們 就要想辦法做事後檢定 那事後檢定就是兩兩組比較 就是 拿AMI比上 NONSTEMI 拿AMI比上 STEMI 或者是 NONSTEMI比上 STEMI 好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就是先取 其中一組 取STEMI 跟NONSTEMI 出來 好 我們先做一個 Subdate Subdate 裡面取AMI裡面的STEMI跟NONSTEMI 取出來之後 兩組嘛 兩組對於年齡要做檢定 就是T檢定 那T檢定的時候 我們要先看它變異有沒有同齒 好 那我們先看 這兩組 目前取出來就只剩兩組囉 我們可以下面Subdate Subdate裡面 這裡就只有剩STEMI跟NONSTEMI了 那我們首先要做T檢定前 要先做便宜同齒檢定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好它P值大於0.05 它就是便宜同齒 所以 8.EQ那邊是True 好 好這邊 便宜同齒檢定的話 便宜同齒檢定一樣 兩組 這兩組 STEMI對於NONSTEMI 看年齡有沒有差異 好 那VAR.EQ 因為便宜同齒嘛 所以它就是True 好 那我們做出來 這個P值是大於0.05 所以這兩組的年齡沒有差異 好 了解囉 好 好 來 那STEMI跟NONSTEMI看完了 那我們再看 STEMI對於NONSTEMI 那我們再看一次 好 那現在是STEMI對於NONSTEMI嘛 那有沒有便宜同齒 好 便宜 便宜 小於0.05 便宜不同齒 好 它就會變成FORCE 好 便宜FORCE之後呢 那我們再去做T檢定 好 那我們可以發現 它P值小於0.05了 好 那就是差異就是在這邊 好 就是 那個 STEMI跟NON AMI 這兩組的年齡有差異 好 這邊 這邊 P小於0.05 好 好 那其實還有一組啦 就是 拿AMI 對上NONSTEMI 他們也可以再做一次 好 一樣 SUBDATE先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看便宜有沒有同值 這個也是便宜不同值 好 所以說 TL.EQUAL是FORCE 那我們再做T檢定 好 那這組 P大於0.05 所以這一組 NONSTEMI跟NON AMI 的年齡是沒有差異的 所以是剛剛那一組 STEMI跟NON AMI的年齡是有差異的 這樣就是時候檢定 好 大家都懂了 好 那再來 就是剛剛老師所說的示範 以此類推做三次 就可以完成三個比較 那 我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統計上的一個 就是 知識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做了三次的 統計檢定嘛 所以我們避免 Type I Error 膨脹 所以我們要把FORCE 就是把FORCE 檢定啦 去做校正 因為如果我們如果檢定了三次 那原本的P值 選作修正是0.05 就要改成0.05 除以你的統計次數 假設我們剛剛是做三次 這邊叫除以3 那換言之 假設你要保持0.05的話 那你的P值就是要乘以3 一樣的意思 好 那像剛剛的話 假設這個 假設這個 P值 剛剛 剛剛有差異的 剛剛有差異是STAMIN 跟NONSTAMIN 現在這一組是NONSTAMIN 就是要拿AMI 那一樣 這三組一樣 它的那個 P值 看你是要0.05除以3 或者是你的P值乘以3 都一樣 都可以 那P值如果大於1的話 它就是1 就是沒有顯著差異 好 那我們可以改一下 這樣子 好 假設剛剛那一組是有差的 這個是小於0.05 好 那它 它的P值乘以3 0.00499 差一點點 但它還是小於0.05 所以它還是 經過Babaloni的校正之後 它還是有顯著差異的 好 好 好 那 對於 那個 類別 跟連續的檢定 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一開始叫列連表 好 母數跟5母數的差異就是 80%的細格數 期望值要大於5 這一個 如果沒有的話 用母數 那這個的話 就是看 你各組的樣本數 有沒有小於25 小於25的話 用母數 大於25的話 用母數 檢定 好 然後 再來我們 用到最後一個 相關性檢定 好 好 相關性檢定 這邊 就是有 PSM correlation 來去統計 連續對連續 剛剛卡方是 類別對類別 嘛 類別對連續 有 T減定 兩類是 T減定 兩類以上 是 T減定 那連續跟連續之間的話 就是用 PSM correlation 好 那 CPMine correlation 是在樣本數不夠的時候的替代方案 那 PSM correlation 的那個函數就是 cor.test 這個函數 它可以來計算相關係數 那一樣 這個 cor.test 那我們是用這個 pr pr是那個 ECG裡面的一個值 那我們再看 它跟這個甲胰子的濃度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相關 有沒有相關性 好 那一樣 那我們複製 好 一樣 鋁道3 可以看出來說 欸 這個correlation 是0.025 0.025 0.025 那它 它們之間有沒有差異 P值是 0.163 是沒有差異的 它們兩個之間的相關性是 是沒有的 那correlation 是從-1到1 之間 -1就是 兩個連續變相是 負相 負相關的 那1的話是兩個連續變相是相關的 那P值的話一樣 怎麼取 一樣 剛剛 從頭 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有看到那個LS嘛 LS裡面 可以看到說 我們 這個relaut3裡面 有什麼東西 好 relaut3裡面 有這個PValue 好 那一樣 我們如果要取PValue的話 就是 再把它 relaut3前號 前號就是 的 的PValue 就是剛剛的0.169 0.169 好 好 那再來這邊的話 relaut4是做 CPMine correlation 好 這邊 後面的MESA 剛剛是做 DSM correlation 後面這一個是做CPMine correlation 好 那我們再跑一次 relaut4的話 好 我們可以看到 relaut4的CPMine correlation 是 它P值是0.8706 是沒有相關的 好 那 剛剛我們 剛剛我們 有交到說 用母數或無母數嘛 那 卡方是用80%的細格數 期望值有沒有大於5 那 類別類連續的話 是看 你每一組的樣本數 有沒有小於25 小於25的話 就是用母母數 大於25的話 就是用母數 那這邊相關性呢 相關性就沒有限制那麼多 就只要看說你各組別 各組別 的那個樣本數 有沒有 有沒有小於25就好了 小於25就用私底爾曼 那 那個 大於25就是用母數 用皮爾森 好 OK 剛剛這邊是要看說 你的Y值要有 要不是NA的喔 所以這邊會排除NA嘛 排除NA之後 有沒有小於25 這邊就不用管它 這邊就看有沒有小於25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它的總量本數 這樣子夠不夠有沒有小於25 沒有 好 它2000多個 所以是用PSN correlation是OK的 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要量化兩個相關係數的大小 那首先這邊 我們要先教大家 就是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 Poly-Poly correlation 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是沒有套件 沒有那個 裡面不是內建它 它裡面不是 有基爾的那個 內建的配件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裝這個配件 好 那我們先搜尋一下 欸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需要什麼東西 好 好來 我們可以看到它需要這個 Poly-COR這個配件 這個配件 好 那我們在右下角這邊 好 你們可以點這個配件 然後有一個install install install裡面 你就把這個Poly-COR貼上去 然後按安裝 它就安裝好了 好 那你要怎麼 要看 要怎麼 要怎麼發現 欸 你這個東西已經有裝好了 那你就Library它 好 Library這個 這個Package 欸 它沒有出現Error 問你不算喔 它沒有出現Error 就代表 你的電腦裡面 是你的帳號裡面 也有裝這個套件了 好 大家試試看 好 沒關係 因為你們是用那個 Server版 那個Classroom 那個好像不能裝 不能裝 那個Poly-COR這個套件 那沒關係 老師先把它講完 阿 如果你們回去的話 自己電腦上有裝R 可以試試看 好 那一樣 我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要用Poly-COR 嘛 那Poly-COR這個Package 是從你右下角這邊 點Package 按Install Install Install之後打Poly-COR 按Install 就可以安裝了 那安裝完之後 你Library它 沒有出現Error 就是代表你安裝成功了 好 好 那 Poly-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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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也有索寧文件 因為它是RR的套件 好 那我們可以看這邊 Google它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BDU檔 好 這個就是Poly-COR的一個介紹 好 那 這個Poly-COR 它是第五頁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它是做Poly-COR 一個Collination 好 那它該怎麼用 好 那這些參數要放什麼東西 好 那 它的紙出來會有什麼 然後它的範例 好 範例長什麼樣子 它都寫在上面 好 那這一個 不只在Google上可以搜尋得到 好 我直接問號 問號Poly-COR 它有點類似HELP的功能 或者是說 你這邊 直接打Poly-COR 欸 啊 我再轉一下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看這邊 齁 它就是剛剛 就會有 它的一些 這個函數 該怎麼用 齁 該怎麼用 然後它需要 適合哪些參數 那它的紙有哪些 然後 它的範例該怎麼用 好 好 那再來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用這個Poly-COR 來去做那個 類別對連續的一個相關係數嘛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齁 可以先複製下來 這個是simple 就是一般連續對連續的 齁 連續對連續的 它的correlation 就是0.52 齁 齁 X裡面 它是一些連續的值嘛 齁 Y也是連續的值 齁 所以它做COR X對Y做correlation 齁 它得到剛剛是0.52多 齁 好 那再來的話 它把這個XY的連續變相 用0. X用0.75 Y用-1 0.5 跟0.5 來去做 類別的轉換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那做出來也是0.52左右 齁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好 好 它就有一些它的那個 減定值 還有它的correlation 那 為什麼 連續變相 做出來的 correlation的值是0.52 那它把它分成類別之後 做出來的correlation 是0.52 因為 如果你的 你的 你的 XY 你的 XY的分佈 是有一個常態分佈的話 你如果把這個常態分佈 設切點 比如說切兩類 或切三類 那 類別對類別之間去做 correlation的話 它的那個 correlation的值 還是大概是跟你的 連續對連續做出來的correlation 的值是類似的 因為你 你的原本的資料 是有這個連續的 背景去支持它的 所以說 你把你的 不管你是Y1 Y2 假設剛剛是X跟Y 那X跟Y 原本是連續嘛 那連續的話 假設它又是常態分佈 那你把它切類別的話 類別對類別做correlation 它做出來的correlation值 還是會近似於你 原本連續對連續做出來的 那個相關係數的值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看不懂沒關係 那我們 以我們自己的資料 以我們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複製貼上的 一開始這邊是連續 一開始XY是連續 連續對連續做出來的correlation 0.5而多 把它切類別之後 X用0.75切 Y用-1 0.5 1.5切 做出來類別對類別的correlation 也是0.5而多 好 那再來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資料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資料 來去做 做那個 做那個correlation 好 那我們 這個套件裡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是連續對連續嘛 然後變成類別對類別 好 那現在我們要類別對連續 類別對連續 要怎麼做 那個相關係數 那我們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看到 好 我們用Gender跟LVD LVD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LVD就是0跟1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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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男生女生 那我們看到 性別跟LVD的 那個相關係數 0.23 好 那 這個是 類別 剛剛是類別對類別 好 那現在 LVD是連續 LVD是類別 好 LVD LVD LVD剛剛我們看到了 LVD就是0跟1嘛 0、1這樣子 那K就是假鈴子的濃度 那假鈴子濃度 就是連續 就是素質型的 所以說類別對連續 那 Poly-COR Poly-COR Poly-COR就是類別對列別 然後這個 這個Package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類別對連續 那就是這個 Poly-COR 這個 這個含數 好 那我們做一次 LVD 那這個 LVD這個類別 對於 假鈴子濃度 的CORRELATION 就是0.06 OK 好 那 因為你們這個 Classroom上面的帳號 不能裝作Package 那你們 回去 你們自己 都有電腦 對不對 一電 但是 沒關係 就自己錄了電腦 那第一堂課應該有教大家 怎麼下載R 怎麼裝R Studio 那裝完之後 你可以在自己本機端 安裝這個套件 然後可以試試看 我們傳統就是 連續對連續的CORELATION 然後 剛剛 裝完這個套件之後 可以用類別對列別的CORELATION 那 也可以用這個 函數的另外一個功能的函式 就是可以做 類別對連續的相關係數 好 所以說我們剛剛說 我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 對於我們這個東西 這四大類 類別對類別 連續對連續 或是類別對連續 這四個功能就可以涵蓋我們 大部分統計商的檢定了 那回家再自己練習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些檢定 像是 相應樣本就是 可能你要配對啊 或會用到PairT-Test 等等之類的 可以透過Google一下 來自己學會 那 這堂課我們也學了就是 Package怎麼使用 怎麼安裝 那裝完這個Package之後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Package裡面 有什麼功能 它這個函數需要輸入什麼值 它出來會得到什麼值 那最重要是想要這個 那我們 因為你們 那個Castroon的那個 不能裝 然後你們回去這樣 自己也要再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 一刻就上到這邊 那有什麼問題嗎 對於前面 我們這四大類 類別類別 然後連續連續 然後類別連續 這邊就是 計格數 80%計格數要大於 氣泡值要大於5 然後這邊是 你的組別 某一組別的那個樣本數 要大於25 如果是小於25的話 就有5母數 那這邊的話就是 你全部 我不分類別 你全部的樣本數 就是要大於25 OK 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問助教 還是問老師 那今天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